第三十题,以物体静置于光滑水平面上,受到大小不等的水平推力作用而运动,右图是其运动速率V与受力时间T的关系图,在下列哪一个时段内,物体所受的水平推力最小。 我们从VT图可以看出来,0到5秒的时候做的是一个等加速度运动,5到15秒的时候做的是一个等速度运动,15到30秒的时候又做一个等加速度运动,但这个时候我们的加速度与速度的方向是相反的。 所以0到5秒的时候是有受力的,因为它在做等加速度运动,而5到15秒的时候是没有受力的,受力为0,因为它做的是等速度运动,15到30秒的时候也是受到一个力量作用,而且力量的作用跟运动方向相反,那么也是有受力的。 那么也就是5到15秒是没有受力的,所以它的受到水平推力是最小的,因此第30点我们说在下列哪一个时段内,物体所受的水平推力最小,我们答案选的是B7秒到9秒,因为它是在5到15秒之间所谓的所受合力为0的时段。